我简单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感到迷茫,怎么办啊? 感到迷茫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就是如果你的迷茫啊 是没有根据的,没有这个成体系的 如果你的迷茫能够成体系的,自己证明,自我证明它是必要的 那你就不要迷茫,就不要迷茫,就不要迷茫 那这种情况下,你的迷茫的本质是你在逃脱一个工作 一个工作,就是你的迷茫的本质是你在逃避,就忙于迷茫 你在忙于迷茫,迷茫的忙,这个草子都可以去掉 草子都可以去掉,三点水啊,但是还是三点水,草子都和三点水都可以去掉 你的迷茫的忙的根本原因是你,你通过迷茫的方式让自己觉得很忙 不是的,这个就骗你的,骗你自己的,自欺就是 你要做的就是要进行工作,要进行一个工作 你不要躲避这个工作,不要躲避这个工作 迷茫的根本原因就是你在骗自己,我很忙,我忙于迷茫 我忙于什么伤唇悲秋啊 不要躲避一项工作,哪种工作,这个工作就是去审查 你自己的信念,各种信念,各种信念中 这个信念不仅仅是可以明显的说出来的 还有要在你的就是一种行动倾向上 行动倾向上,你可能一时不能够直接说出来 一个是直接可以说出来,还有是一种行动倾向上 就是行动上就倾向于就是看见,比如说看见某些肤色的人就不爽 或者比如说看见那种旅的穿的比较暴露的人 心里面就各影,就这种倾向啊,这种行动倾向 就是这种情绪啊,情绪性的这种啊,倾向,行动倾向 以及你这直接能够说出来的一些信念 你没有审视过他们啊,你没有审视过他们 你没有审视过他们,你就根本不要信他 就要抛弃他们 你就要抛弃他们,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审视他的时候,你肯定是拿 你肯定是拿更有啊,更可信的 对你自己来说更可信的一些想法 来支撑这些想法 那你要往回撤 这个工作一开始肯定是回撤的 你要回撤到那些你更坚定更相信的一些想法上面去 慢慢回撤,慢慢回撤,撤到你再也不能怀疑 一些想法你再也不能怀疑 再不能怀疑的时候 一些想法 然后再从这些再不能怀疑的 再回推,再回推回去啊 再反推回去 再反推回去 反推回一系列的行动准则 行动准则 行动准则 我面对穿着暴露的女性怎么办 我面对口吐脏话的男性 粗鲁的男性怎么办 我面对什么什么样的人怎么办 我面对什么样的人怎么办 回推回去 从你那个再也不能怀疑的那些根据啊 根据再回推回去 比如说人应当是平等的 比如说人的,我不应该用外表判断人的内在 比如说,比如说我可以用外表判断他的内在 因为外表可以让我知道他的社会阶级构成 然后我可以通过阶级分析法来判断他这个人的 他可能有的行动形象 他可能有的情绪 可能有的这个自我认知 你要反推回去 这个过程得你自己做 你得慢慢习惯做这样的工作 这样你就不会迷茫 迷茫是因为你没有光啊 那光怎么样 光被你自己遮住 光被不停不停的被你自己遮住了 没有没有第二个人在遮你的光 光只有你自己在遮 光只有你自己在遮 所以就不要迷茫 要学会观察社会 了解现实啊 观察社会 了解现实 那么要说最现实的 小小年轻要说最现实的 无非就是 钱 金钱 权力 这个力啊就是控制别人的力量 或者被别人控制 控制别人或者被别人控制 影响别人被别人影响 最强的就是控制 一般就是影响 钱吧就是物质物质资源啊 和消费品消费品 稀缺消费品啊 还有一个就比如说啊 啊 就爱遇爱遇啊爱遇 爱遇 最最最纯洁的啊爱情 或者精神性的啊一些崇拜啊啊 最就是比较就是肉体性的 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现实里面还有个就是你的位子 你的位子 你要看自己的身份 身份 然后自己的是不是有自己的份额啊 份额 自己的份额要看啊 你这是你的那个 你的这个是这个 根本的那个东西所赋予你的你的份额 你的什么的份额 什么的份额 什么的份额 是不是有或者到哪里去了 这些现实啊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 啊 啊自我理想 自我的理想形象 自我理想形象 那么你就要面对这些现实 你的自我的理想形象是什么样的 形象是什么样的 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你你要成为这个这个信念 就是说我说的 所以这些东西都需要去反过来啊 去看你对这些东西的观点 这些东西的观点 他们是不是有根据了 没有根据就通通去你妈的滚蛋 如果他没有根据就全部要抛弃掉 如果没有根据全部抛弃了 你说我的自我理想是成为诸葛亮那样的人 你有根据呢 根据是啥 没有根据就抛弃掉 没有根据就不管他 我要不要成为哪种人 我你就成为人 我的自我理想 是要成为诶欧那样的人 啊 列宁那样的人 我的自我理想要成为 就如果没有根据 通通这些都抛掉 就这些都是虚浮的 这批用没有的 全部抛弃掉 哎 我我在那个爱遇上 我就特别特别崇拜 谁是谁 特别喜欢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有根据根据在哪里 没有根据 没有根据 他不跟你发生关系 事实上不跟你发生关系 事实上你的爱遇 是被另外一个 啊 叫叫做是吧 就是寄生在你头脑里面的一种 精神的一个模式 或者一种符号学的机制 所控制的 这个不是你自己的爱遇 你找不到的根据 你找不到的根据 啊 你说你很有钱 忽然发现自己手上很有钱 这个钱 我是很有钱的人 这个信念的根据在哪里 你钱从哪里来的 老师 你老爸买了什么 一台宝马给你 搞了一个什么什么商品公寓给你 我靠 那这个这个 很有信念吗 那你可以驾驭这些钱吗 这你可以驾驭这些钱吗 你可以 你可以控制这些东西吗 你可以 你知道这个钱的到底是什么吗 它意味着什么呢 它背后意味着什么 钱本质是什么 钱背后的一个社会关系怎么样 它如何发生的 钱如何出现的 钱又如何转变成各式各样的东西的 你你你到底弄清楚了没有 没弄清楚 那就不要抱有这些信念 我很有钱的 我是个有钱人 不要抱有这些信念 不要抱有我是个有钱人的这么一个自我形象 就不要抛弃它 abandon it 你你接受的这种不加审视的这些信念越多 你就会越迷茫 你盲目的相信的东西越多 那你盲目相信的那些信念 它发射出来的光就会迷惑掉你的眼睛 就会把你的精神 把你的思想给迷惑住 你越是抛弃这东西 旋旋置起这些东西 回撤到那些真正能够让你自己 我确实弄懂了 确实清楚明白的意识到这一点 我确实知道 而且这些信念本身就意味着是一种行动的可能性 行动的可能性 并不仅仅是这种行动的可能性 甚至是行动的必要性 必要性 我要吃饭 我必须这样吃 我可以洗澡 我可以这样做 这些信念都是坚实的 确定的 那进一步看这些信念 它的背后的技术 我可以吃饭 为什么我可以吃饭 我能洗澡 为什么我能洗澡 因为我四肢健全 因为我有一些生活资料 因为我有社会关系 这些社会关系 比如说父母会供养我什么事 这个脉络推下去 把这些东西都想清楚 你就不会迷茫了 你就不会迷茫了 但是有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 一种 没有足够的去审视自己的生活 现实的一种迷茫 还有一种迷茫是必要的 还有一种必要的迷茫 必要的迷茫 就是你发现你这种迷茫 是有根据的 而且它是成体系的 并且他自己证明 他自己是必要的 这种迷茫是 这种迷茫就不是迷茫了 这种迷茫就是一种思想的酝酿期 一种杰出的思想的一个 抽搐期 酝酿期 一个代产期 这个过程是痛苦的 因为你会 这个过程这种迷茫 是你不停不停的看清楚现实 不停不停的去不停修正 你对于现实的看法 你对现实的信念 不停的这个过程当中 一些信念之间相互在冲突 并且是一个核心的尖锐的一个冲突 这种迷茫是必要的 这种迷茫 与其说是迷茫 这种迷茫不如说是一种清醒 清醒的清醒本身所略带的那种眩晕 略带的一丝丝毫的清醒的那种 那种震痛啊 清醒的那种微弱的震痛 极微弱的震痛 你不知道这种微弱的震痛 从何而来 从何而来 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去在你的体系里面去定位这种 要去找到它的是哪个范畴对子 哪两个信念之间在激烈的冲突 导致这种迷茫 哪两个 比如说我个人是什么信念 什么信念和什么信念冲突让我迷茫 我要保存我自己的肉体 还有另外的信念 我要坚实的推进我的计划 这两者之间会让我迷茫 那这种迷茫是个必要的迷茫 它必要的迷茫 因为它是一个让你保持主体性的一个迷茫 让你保持主体性啊 让你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异征化 我到底要怎么样 然后这个问题 这个异征化的状态并不是说给 是说给未来的你的 这个主体性就是它向未来的自我发问 向未来的自我发问啊 就期待着未来的自我 可以在局面上做出一些改变 那么这个力量是不停的推动着一个人去行动 去学习的一种力量 这种必要的迷茫是很重要的 那如何让这种那些不必要的迷茫 多余的迷茫转换这种必要迷茫 钱权爱欲什么男人女人啊什么明星啊消费品啊啊二次元啊游戏啊玩的东西吃的东西啊你相信东西啊你喜欢东西啊你讨厌东西啊啊你习以为常东西啊你慢慢你会看到一些习以为常东西你你这样审视越审视越看清楚你习以为常东西就突出来了就突显出来你发现一忽然间它变得陌生了你又切换了个视角你不知不觉你切换了个视角 不然间发现陌生陌生之后那个信念就变得可疑了那你就可以去质疑它啊去一步步去审查这过程当中是就会让你之前那种迷茫转化成一个越来越精确的一个迷茫你会发现你最终会发现你这一阶段的一个整个的迷茫可以缩小范围缩到一个一个一个局部的一个迷茫那你的你的人生的行动你的其他的计划就可以定立下来要解决这个迷茫解决你这个迷茫比如说我就解决我如何在推荷的迷茫 推荷我的计划同时保证我的人生安全保证我个人的整体的长期的比较稳定的一个自我的人生安全啊you have to think about it 你们必须就是说把迷茫缩小的方式这个迷茫就是说这个迷茫不会彻底被排除掉它会可以被缩小缩小成一个啊必要的啊一个一个必要的essential的一个迷茫很重要要留着这个种子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你人是无法行动的人就处在一个虚假的自我欺骗的一种一种成名当中啊那种状态实际上是更糟糕的那种啊你根本就是你你就是二阶化了一个就是就是你已经定了你这个梦 你你你已经你就是相当于强行给自己家暗示我要做一个梦梦的镜头我要醒来我操然后你做一个梦在梦的里面你醒过来其实你没有醒过来差不多这种东西 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我们说的就会变成一种啊一种强迫症你可以说是一种强迫症一种强迫症的一种状态就是我也要不停的确认我是不是醒的我是不是清醒的我是不是弄清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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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我是不是在按照这个一条梦的最终要醒来的那个状况你越是处在这种状态越是在做梦 你追踪那个醒来也就是在忽悠你自己啊然后你哎我醒来了忽悠哎我没有醒我我我我过一会又我又醒来了就这样就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不停的觉得自己我误了哎我又笨了我误了我又笨了在实际上你还是在一个梦里面一个整个的梦里面要知道这个迷茫只能被缩小迷茫只能被缩小啊只能被缩小当迷茫被缩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迷茫就成为你的一个焦点性的问题 意识它被缩小之后它就会成为你的一个焦点性的问题意识焦点性的问题意识当你的当你的思维集中于它的时候那你就是在什么集中在这个焦点性的问题意识的时候那你就不是在迷茫了你可以说你不是在迷茫了你可以说你就是在做彻底的反思啊做彻底的反思做彻底的反思就是这个迷茫这个点一定要留着一定要精确确诊到比如说像L他就会 他就会把他迷茫迷茫到包括和T他就会迷茫到一个问题就是 我不能说了 我不讲这些不切实际的历史问题不切实际问题不太能说不太能说 比如说就是布尔什维克和这个Soviet 他在当时这个1917年的时候 就是说他是二月革命成功了之后 他说我们要把他干掉要这个起来 以谁的名义 这个时候就是这个会炒炒成一坨粥这个时候就会这种焦点性的这些迷茫啊 其实他会很容易外化外化啊很容易外化成一个就是 一个如果你是处在一个真正的共同体里面相互认同共同体 外化成共同体的一个决意上的决意上的一个一个争端 争端这个时候就要各书己见了 那么这是个良性状态良性状态 就焦点性那你不不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焦点性的这个迷茫上面的时候 这么被缩小的那么一个最最最两种最强硬的信念之间的一个冲突的时候 你不集中于他的话那这两个信念他们之间的相互的一个辩证关系 就会驱动着你去行动驱动着你去先梳理外联的东西 试图帮他们缓和不停的绝望的去这样做努力的 而这种状况就是我们说的处在这种状况用一个内在的最深刻的迷茫来 最小的最深刻的最坚定的两种信念之间的一个迷茫 最坚定两种信念比如说所有人的平等 但是不得不我要去面对一部分人的这个世界上的这一部分人的敌意 我必须要战胜他们 但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又都是就是最终要要要要联合起来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这个两个最深刻的信念之间的冲突 他驱动着一个人变成一个行动者 变成一个像这个我说的林林或者这个 或者这个 尼普克内西这样的行动者 become this kind of people 或者说M这样的行动者 马克思这样的行动者 有这样一个迷茫会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的内在的这个快速旋转的一个一个这么一个两极的一种良性关系 两个终极信念之间一个交织 他能够推动你去就是破除一切外部的迷雾照亮整个现实 他是一个内心的光啊 但是并不是二元论 并不是二元论 这不是二元论而是说 因为都是想法上的对立 信念上的对立 就是说我要说的就是说 信念它形成肯定是成对出现的 能指总是成对出现的 但是二元能指又是不可能的 就是我们方学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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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就是能指总是成对出现 但是二元能指又是不可能 他们总是成对出现 但是他们不可能互补 不可能把整个现实的矛盾都调和于其中 他总归会相互之间是处在一个对立的一个冲突的一个状态 试图彼此取代 但是这意味着背后的真正那个现实 他是活生生的 他的表象化 他变成一个信念 变成一个内在意识 变成一个思维 他会裂开分裂 他会分裂 但是这种分裂不是说老子不想往哪儿 而是这两个信念 他会彼此碰撞交织在一起 他们试图成为一个统一体 但是又终其一生可能没办法成为一个统一体 他可能会以一个现实的形式 局部的暂时的联合起来 然后变成一个历史的一个杰作 一种一个理想的一个实现 一个具体的一个落实 或者某种你推动一个一种公共观念的一个转变 或者推动一些就是造出了一个现实的伟大的历史成就 他会变成这种东西 变成这个东西 但那个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 他又会裂开 又会裂开 他到底他自己是什么 他对于整个历史的这个脉络来说 他又意味着什么 又是一个不可置的因素 他又会裂开 所以这个运动是 迷茫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迷茫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的目的性 没有任何的这个天命或者说没有任何的历史的进步性 进步的方向 迷茫恰恰意味着这种东西存在 迷茫恰恰意味着啊 信念之间的迷茫 最后会有一个极为明确的一个内在内在信念冲突啊 内在信念啊 信念间的一个冲突 这种冲突不会让你停留在内在的反省反思 你会知道他无解 这种冲突意味着让你去推向这个现实 让你去改变这个现实啊 就是说一个最真诚的一个理性主义者啊 或者理想主义者 观念论者 他一定会变成一个唯物主义者 他一定会变成一个行动者啊 所以就是我我不我不想面对你们一些具体的那些low逼的挫祸那种迷茫 什么女朋友怎样呢 什么又一个什么这个同伴这个信佛了 怎么办 那个又就是什么这个家长子对我怎么怎么办 这些东西我都不在乎 我都不在乎 我只把主要的方式告诉你啊 主要的主旨上大体上 根本上你要解决你的所谓的迷茫 你的那种腔调啊 你 这工作是你自己做的 不是任何人可以可以代替你去做 这个工作只有你自己可以做 我 该不负责 给你帮你去的吧 分析怎么怎么样的 到底哪些信念是可信 哪些信念不可信的 我不帮你做这些事情 这些信念永远是你自己做的 永远是你自己做的 好吧 如果你拒绝这项工作的话 那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救得了你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的 如果你拒绝自我去审查你内心的信念 哪些是可信的 那些是不可信的 那些是值得被信信赖的 哪些是 应当去遵从的 如果你拒绝去这样做这样的工作的话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你 甚至你自己都都没有帮助你 你只会就是循着这些错误的道路走向深渊 这不是诅咒 这只是一个非常一般的非常简单的一个预言 所以我的观众里面可能有 我非常悲观的 就是有很大比例的人就会 看了这个等于没看 生活还是继续的就是 一如既往的这样就沉沦下去 但是跟我没有关系 我该不负责 跟我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我 我好歹那么多人 我好歹开药方了 但这个药方的话 你愿不愿意去 那要关我屁事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好 那讲到这边 讲到这里